你知道四肢界是谁吗? 它是日本著名情色小说《好色一代男》中男主角的名字 在日本如果有人把名字取为四肢界 就相当于在中国有人叫西门庆一样 1987年日本东京新宿地铁站口 一个年轻人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包摇摇晃晃的出站 转成地铁时对面的小男孩冷漠的看着他 他赶紧捂住了嘴又闻了闻自己的衣服 生怕自己身上有令人厌恶的汗臭味 来到出租屋后刚熟悉了一下新环境 隔壁206的闹钟就开始响个不停 这时一个女孩从207好奇地探出头来 她紧张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好自我介绍说 我叫横道四肢界 是从长期来东京上学的大学生 女孩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 她正在炖牛肉 就随口问了一句 你要点吗? 嗯,谢谢 啊,认真的 那不吃了 吃还是不吃 第一次见到四肢界的人都会觉得他傻傻的 配合着他的名字 总会让人忍不住发笑 法政大学入学典礼现场 大家都昏昏欲睡 只有四肢界全神贯注 坐在旁边的是同专业的同学 昌词一评 典礼结束后 昌词主动上来搭话 两人的第一志愿都是找到钱 因为没有考上 所以才来了法政大学 昌词仇促满志 下一年他要重考找到钱 选课时 旁边一个女生主动和四肢界搭话 四肢界瞪着眼睛看着他 女生长相甜美 可他水汪汪的眼睛好像刚哭过似的 有些奇怪 女生名叫阿九惊为 听到四肢界的名字 不出意外的他也笑了 随后两人相约一起去选社团 昌词走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一见面他就好奇地指着阿九的眼睛问 你眼睛上沾的是什么东西 说完还要上手 小女孩脸皮薄 阿九被气哭了 边哭边扯下了双眼皮贴 尴尬时刻 三八五社团围住了他们 为了摆脱纠缠 三人被迫加入了三八五社团 就这样 四肢界开始了丰富又安逸的大学生活 这天洗澡时 昌词问四肢界 你是处男吗 四肢界连忙否认 高中时就已经不是了 昌词说他也不是了 旧宅不久前 原来自从第一次尴尬的见面之后 昌词就每天请阿九喝咖啡赔醉 死缠烂打之下 阿九终于松动了 之后在阿九家里两人偷藏了经过 刻余时间 四肢界在一所高档酒店当服务生 有时会收到小费 这能让他高兴好长时间 这天工作结束之后 同乡学长小泽约他在咖啡馆闲聊 四肢界早早的就到了 这里坐着很多花枝招展的女孩 四肢界双手环抱着自己 显得极不自在 小泽西装革里的来了 他现在在传媒公司实习 干的就是包装明星艺人的活儿 两人正聊着 忽然一个风韵十足的女人闯入了四肢界的视线 只见他优雅的青土烟圈 有一股成熟少妇的魅力 又有一丝青涩少女的俏皮 四肢界的眼睛都看直了 小泽见状上前搭讪 交换名片后小泽说 他叫骗赖前春 是依靠其他男人为生的交际花 四肢界瞪着一双大眼睛 不明觉厉 见四肢界羞涩的看着自己 千春静止走了过来 想赚钱吗 跟我来 四肢界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 几天后四肢界一脸吃相 他现在有一些女性烦恼 急需要找人倾诉 可阿九却不想听他叙叙叨叨 四肢界一转头 发现旁边一个男生看了他一眼 他急忙蹭了过去 非要说自己欠了男生五十日元 男生收拾东西准备去食堂 四肢界急忙跟了上去 男生名叫家藤虽然有些莫名其妙 但他们还是坐到了一起 很自然的四肢界开始讲述他的女性烦恼 那天千春带他去见了一个男人 面对男人的深情告白 千春不动声色 靠着四肢界这个假扮的弟弟 千春很快就搞定了男人 还分到了一辆宝马车作为分手费 临走时千春觉得这个小男生还挺有趣的 就风轻万种的调侃了他一下 等我们下次再碰面 你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呀 一个可以让我爱上的男人 家藤今晚立刻就泼了一盆冷水 能把宝马男玩弄于鼓掌的女人 你可是玩不起啊 然而四肢界却毫不在意 提到宝马车 家藤邀请四肢界一起学驾照 脑袋心不仅有打折 还有回扣可拿 两人一起学车 就这样也算是成为了朋友 这天一个叫莫美的女生约家藤去逛街 还让他带个朋友一起去 因为他也会带女伴 四肢界憨笑着 四人约会就这么说定了 第二天四肢界又早早的到了 他插着腰 拱着背 尴尬的左过右盼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尬聊着 好不容易等来了家藤 气氛反而变得更加尴尬 就在这时 一辆好车停在了闹市 司机开门 车上下了一个清纯可人的白衣少女 他露齿而笑 甜美得犹如初春的樱花 女孩名叫雨谢也祥子 家藤和四肢界也做了介绍 听到四肢界的名字 祥子突然哈哈大笑 居然有人叫这个名字 这不是色情小说的男主角吗 接着几人来到一家汉堡店 没有四人桌了 他们只好分开坐 祥子说 他父亲开着一家填海造陆的公司 他的梦想是填平东京湾 四肢界打岔道 用尸体填东京湾 祥子突然被戳中了笑点 朗声大笑 店里的客人纷纷投来 异样的目光 两人毫不在意 四肢界继续说着他的笑话 祥子继续彭扶大笑 用刀叉吃汉堡很不方便 四肢界就拿起来吃 祥子学着他的样子不顾吃相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一般 夏日炎炎 四肢界的出租房里没有空调 他一边抛脚降温 一边光着膀子吃面 祥子突然造访 邀请他去泳池玩 来到泳池 四肢界穿着大裤衩 带着泳镜 这身装扮与他的名字相得益彰 自带宵点 四肢界也不管别人怎么看 开始享受美食 这时一身黑裙的千春走了过来 原来离开那个宝马男后 他又物色上了祥子的哥哥 他让四肢界一定不要把那天的事说出去 这里虽然是泳池 但每个人都在假装深沉和优雅 只有四肢界在很认真地游泳 受到感染的祥子不顾形象地跳了下去 四肢界说 我的家乡就在海边 所以每天都会游泳 祥子羡慕地说 真好呢 我也想去一下 你暑假回去吧 那你会邀请我去吧 四肢界本来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祥子却当真了 从泳池回来后 四肢界就搬进了家堂屋里 因为他那里有空调和西瓜 吃完西瓜后 家登险要独自出去散步 可四肢界非要跟着他 他一边啃着西瓜 一边跟着家藤来到了一个公园 面对这个傻傻憨憨的跟屁虫 家藤只好坦白 其实我比较喜欢男人 四肢界一愣 那你是在向我告白了 家藤笑道 不是呀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现在知道了 如果觉得不舒服 可以不再见我 四肢界反问道 为什么 你不让我蹭空调了 家藤有些惊讶 四肢界竟然不退反进 他说 这个公园是给我们这种人 找伴侣的地方 四肢界无辜的说 那我在这儿等你吧 别担心 我不会妨碍你的 家藤也不知道 他是真傻还是假呆 只好放弃约会 四肢界掰了一块 啃过的西瓜递给家藤 家藤笑着接过来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暑假 四肢界回到了长崎的海边小镇 一进家门 翔子就笑容满面的出来 迎接他 接着翔子穿上围裙 在厨房里帮忙 吃饭时翔子和四肢界的父母 说笑玩闹 四肢界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 觉得自己反而成为了局外人 翔子离开后 父母一唱一和 逼问他和翔子的关系 四肢界说 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父母都有些不悦 几天的相处 他们已经认定这个 未来的儿媳妇了 第二天 家乡的玩伴 约四肢界和翔子去海边玩 一下车 四肢界就看到了 他高中时的女友小英 很快女生们换好了泳装 男生们眼前一亮 他们开始在沙滩上追逐 嬉闹 大家开心的玩着沙滩球 四肢界却一个人浮在水面上 只露出一个脑袋 这一刻 他的灵魂仿佛游离在身体之外 纯真如他 也会有出神的时刻 经过一处煽动时 小英问四肢界 你和翔子在交往吗 四肢界傻傻的说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交往 这时翔子喊四肢界去吃烤海螺 四肢界都弄到 不是刚吃过吗 回家后 母亲故意给两人创造独处的机会 让四肢界送些糕点给婆婆 送完糕点后 两人来到海边 翔子眺望着远方 若隐若现的水平线 月光静静的洒在她的身上 晚风轻轻掠过她的发烧 气氛浪漫而迷离 可翔子似乎有些不高兴 见四肢界傻里傻气 翔子只好直说 您老是关心你的前女友 目光老是放在小鹰身上 让我很不高兴 见四肢界还不明白 翔子说 我在暗示你 我很伤心 记得我说去吃烤海螺吗 我可是有贝壳过敏症的 四肢界连有人会对贝壳过敏都不知道 更不要说猜头女孩子 如海底症一般的小心思了 晚风撩起 震震清爽 海面上满意着月光 气氛渐渐暧昧 四肢界缓缓把手搭在翔子的肩上 一点一点的把他往怀里露 可两人都很紧张 身体紧绷着 就像两个笨拙的机器人 四肢界说 翔子 我不知道是否该这么问 我可以亲你吗 翔子的心里犹如 小鹿乱撞 四肢界笨拙的摆正 翔子的知识 又指挥他把头 转过来一些 忽然 翔子看见有人从浇室里 走了出来 接着警铃大作 原来是偷渡的难民 四肢界赶紧拉着翔子逃离 可翔子又冲到一个抱着孩子的 女人身边 他一把接过孩子 又把他递给了四肢界 随后警察拦下了他们 并告诉四肢界 这些人是越南难民 我们会照顾他们的 回到东京后 四肢界无精打采 他一直惦记着那个婴儿 直到一天晚上 翔子兴奋的抱着他说 那个婴儿没事了 他们母子都已经住进了庇护中心 四肢界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深的喜悦还未退去 死的悲怅便悄然而来 母亲打来电话 婆婆去世了 葬礼结束后 四肢界见到了小婴 高中时代 她和小婴经常一起去婆婆家 四肢界感慨道 当我们抬起棺木时 感觉她真的很亲 大家都在哭 当我死的时候 大家会为我而哭吗 大家会激起我吗 小婴笑着说 大家想起你时 都会笑起来吧 回到学校后 四肢界得知 仓慈和阿九退出了三八五社团 缺械来说是退了学 四肢界找到了在外打工的仓慈 原来阿九怀孕了 他们退了学准备结婚 四肢界说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提 这天在酒店里 四肢界再次遇到了千春 原来 优雅迷人的娇妓花 只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姑娘 千春对自己的出生 很是自卑 可四肢界却一点也不在意 热情地跟千春的母亲介绍说 自己是她的朋友 她不在乎她的出生 也不在乎她的过往 她只是喜欢这么做 于是就这么做了 街头舞台上 四肢界戴着太阳头套 跳着伤疤舞 台下 翔子激动地手舞主导 还跟着一起跳了起来 她眼里只有四肢界 俨然一副小迷媚的样子 下台之后 翔子一边用力地扇扇子 一边表达着 对四肢界的崇拜之情 一边还贴心地地上冷饮 接着 两人约好周末一起吃饭 帮昌池搬家时 昌池忽然带着哭腔说 四肢界 谢谢你啊 我呀 会努力的 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 其实 找人帮忙搬家时 我只想起 你一个人 我会和阿九 一起努力的 四肢界愣住了 原来 她是昌池 唯一的朋友 周末约会这天 四肢界等来的 却是一个贵妇 她是翔子的母亲 跟随她来到翔子家后 翔子的父亲 一脸严肃地问 你和翔子交往多久了 在学校主修什么专业 四肢界 窃窃地说 工商管理 有前途吗 四肢界不明所以 翔子强化道 她是我见过 最有前途的人 见女儿这么说 翔子父亲 只好默许了 他们的交往 客厅里 只剩下两人 干瞪眼 在保姆的注视下 四肢界 如坐针毡 最终还是鼓起勇气 问出了那个问题 我们 是在交往吧 被四肢界 这么一问 翔子只感觉 浑身开始燥热 不知道该躲到哪里 只好用窗帘 把自己卷起来 小声地问 你觉得 我怎么样 圣诞之夜 四肢界准备好了 圣诞晚餐 翔子如约而至 他们戴上 尖尖的圣诞帽 一起过圣诞节 吃完蛋糕后 翔子画起了 他最崇拜的偶像 女强人奥斯卡 打开窗户 外面下起了雪 他们像两个 最天真的孩子一样 手牵着手 傻傻地大喊 下雪了 太好了 刚才还没有呢 接着翔子闭上眼睛 嘟起嘴 四肢界不明所以 还傻傻地问 这是干什么 见翔子保持这个姿势不变 四肢界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缓缓抱着翔子 然后轻轻凑了上去 翔子滑雪时扭伤了腿 四肢界称怪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翔子笑了笑 我不想让你担心嘛 四肢界说 我当然担心你了 让我担心吧 这是应该的 若我受伤 我会第一个让你知道 这个大老粗 这个大白痴 还是第一次说出 这么感人的话 不会说情话的人 说起情话来 太撩人了 翔子心里涌起一股 莫名的感动 以前 他都称呼他为 四肢界先生 但从现在起 他要直接称呼 他的名字了 出院之后 四肢界提出 想和想指发生关系 那天 四肢界早早地脱掉上衣 只穿一个大裤衩 可还没开始 四肢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收到了一个礼物 但不是寄给他的 应该是快递员 放出了信箱 两人敲开紧闭的206房间 里面出来一个大叔 听到寄礼物的女孩 名字后 大叔激动不已 他是一个摄影师 平时深居剪出 作为感谢 他邀请四肢界 来他的摄影展 四肢界盯着一个作品 完全地沉浸其中 摄影师发现了 他的天赋 借了一台相机给他 四肢界拿着相机 溜达到了仓次家 此时阿九快要生了 仓次没有别的朋友 四肢界赶紧上去帮忙 紧张地就向自己的媳妇生孩子 医院里 四肢界拍下了这个 刚刚出生的小生命 不久后 翔子要去法国 进行为期两周的留学了 四肢界拿着相机 给翔子拍了照片 翔子说 我想做第一个 看你这卷照片的人 四肢界许诺道 我会在你回来之前 冲洗好 他想送翔子去机场 可翔子说 他不喜欢别人送鸡 两人就在这里 匆匆分别 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 竟会是他们此生的 最后一面 大巴远去 翔子的声音 忽然响起 四肢界 我最喜欢你了 时光匆匆 青春擅长 转眼已是 数十在光阴 那些与四肢界有过 交集的人 都已各奔东西 仓次的梦想 早已搁浅 安定的过得属于 自己的小日子 下班回到家 妻子阿九说 他今天去了法政大学 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横道四肢界 想想 他们还是因为四肢界 而结实的呢 回忆起当年 在浴室里 和四肢界的对话 仓次温暖的笑了 阿九也跟着笑了 此时 在一栋温馨的公寓里 不再轻舍的家腾 已经有了 自己的伴侣 猛然想起四肢界 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提及四肢界 他脸上的笑意 愈来愈挪 我觉得很幸运 光是认识他这个人 我就觉得赚到了 伴侣很惊讶 你很少这么夸人 你说大学里 都是一些无趣的家伙 家腾又笑了 那我错了 他绝对是个有趣的人 东京的夜色已经深了 当年那个追名阻力的千春 现在成了电台主播 经历了时间的冲刷之后 浮华褪去了颜色 他不再浓妆艳抹 素面朝天的脸上 多了几分笃定和自信 一个听众正在咨询情感问题 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女性 该怎么办 那一瞬间 千春想起了四肢界 那个傻傻的 痴痴的 爱过他的四肢界 接着是一段新闻播报 今天下午大约五十曲 呆呆幕车站发生一起交通意外 两个男人跳下铁轨 救助一名女性 他们是26岁的韩国留学生博孙仁 和35岁的摄影师横道四肢界 三人被送到就近医院室 已证实死亡 四肢界去世三个月后 想指回国 他的皮肤变黑了 看起来精明干练 他还不知道四肢界去世的噩耗 当年那一别之后 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提起四肢界 保姆笑着说 那个开朗的人啊 四肢界的母亲寄来了一个邮包 里面有一封信和一个封包 封包上写着 横道四肢界近上 除于谢也祥子以外 严禁开启 打开以后 包裹照片的是那年圣诞节 他画的漫画 此时的他 或许已经成为了 像奥斯卡那样的女强人 祥子笑了 那些青春的梦想 以及和梦想有关的人 那么近又那么远 那一叠照片 就是四肢界的第一卷作品 刚刚出生的小生命奔跑的小柴犬 路过的行人 打哈欠的警察 调皮的孩子 盛开的樱花 还有青涩懵懂 天真无邪的他 随后 祥子约见了好朋友穆美 穆美的女儿好奇的问 你还记得初恋时的情景吗 祥子说 记得呀 小姑娘追问 那她是个怎样的人 祥子的嘴角泛起一抹微笑 她呢 是个很普通的人 太普通了 普通的令人发笑 接着她丢掉刀叉 像当年四肢界教她的那样 拿起面包 大口吃了起来 回去的路上 祥子仿佛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一个傻傻的在前面晃悠 一个一蹶一拐的跟在后面 祥子笑得明媚而甜蜜 目送着那些青春 慢慢后退 祥子又感觉到了一丝惆怅 从那之后 在漫长的人生岁约里 似乎她再也没有遇见过 像四肢界这样的人了 想着想着 她的眼眶渐渐湿润了 那份邮包里还有一封 四肢界母亲写给她的信 祥子小姐 最近我在想 有四肢界做我的儿子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也许这么说有些奇怪 但对我来说 能够遇到四肢界 无疑是我人生中的一件乐事 我现在还经常想起事故的情况 为什么明明救不了人 四肢界还要跳下站台呢 我想她一定是认为救得了吧 那一瞬间 她不是在想 不行救不了了 而是在想 没问题 救得了吧 而且能那么想到四肢界 让我觉得很骄傲 若有时间的话 请务必来含涉一句 或许我们可以谈一谈 四肢界的往事 《横道四肢界》是冲田修一指导 2013年上映的作品 这是一部反高潮的电影 全程都没有强烈的剧情波动 导演用一个又一个 简单而朴实的瞬间 为我们讲述了这个 温暖而平凡的普通人 在那些毫无波澜的青春岁月里 《横道四肢界》 用她的单纯热情、乐观和真诚 感染着周围的人 在四肢界眼里 这个世界是纯净的、简单的 就像她相机里的照片一样 也许在我们平淡无奇的青春岁月里 也曾遇到过四肢界这样的人吧 他们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 有些腼腆、有些呆萌 有时甚至会让我们觉得 她缺了一根筋 可每当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时 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 跟着她傻乐起来 或者毫无防备地跟她打成一片 年轻的时候 我们以为这样的人轻如红毛 直到历经生活的洗礼之后 才发现 像四肢界这样 拥有赤子之心的人 光是遇到就是赚到了 也许青春擅长之后 我们各自都拥有了各自的生活 但在时间的荒原里 在生活的洪流里 在某个清晨、在某个午后 或是在某个深夜 你想起了她 然后嘴角微微上扬 会心一笑 有感于她带给你的真诚和欢乐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遇见了一个人 觉得她很不错 然后就再也遇不到了 那么看完这个视频 你想起了谁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